听完讲 研究正文 研究佛说的正文 如果是你读了 三年五年 读上《黄岸经》了 开一些的智慧 你对这个能够理解 但是解释你不能理解 都包含很多教义 他解释的很广 他讲四因 咱们讲因 不是无因的 一个是种族具乳因 是诸佛不是善有奢受的因 一个多取大悲心的因 一个长时间的修行猛利 难行能行 难饮能饮 无所畏惧 遇到一些障碍 都能够冲破 这是心里 得具足 具足这种的因 还得有缘 能够为佛的神通力 的变化力 能够达到文法的微妙处 能够建法御灭的时候 舍自己的身命 维护正法 建众生受夜暴苦难的时候 能够替他受苦 给他助援 咱们能做到几个 你完了 你把经读下来 你自己去说 这几个因 发菩提 发菩提心 求菩提过 我记住几因 原来 能够见到佛的神变力 其实见到的 不是在经上学的 能够理解佛所说的法 甚至微妙处 能够见法御灭 护制正法 是正法 久住世间 见众生受果报 受祸业苦的时候 以神通力 减轻痛苦 能够代替他 咱们给能重上 做到几个元 这是讲的四种力 自力 他力 自力 要是自力 是自己发菩提心 求菩提果的力量 自己发心自力 他力 三宝加持力 佛 固大菩萨加持力 因力 因力是你过去 多生累劫 修习 许习的力量 多生文法 文大成 加自己的修仙 加行力 加行力 咱们修法 每个修法前面 都有四加行 都有四加行 一般的是这样子 大慈大悲 民众上 大喜大舌 既憨实 向好光明 一字眼 众等自行归命力 大喜大舌 大慈大悲 四种无量心 先修加行 你念哪部经时候 你在坐那儿 升座要念经 或者要学习 先念念这个 加行法 说礼拜 忏悔 忏悔要建造像好 拜文入菩萨 建造文入菩萨 现在给你摸点 或者文菩萨现象 或者梦中 得到菩萨加持 这叫自力 他力 增加你的力声力量 你许希得有力量 亲自问 佛菩萨说法 那产生了力度 力度 同时你还记住三音 一个信 一个悲 一个智慧 信 悲 智慧 就是我说 刚才讲的 发菩提心的 三要道 在西藏教育 这叫三要道 这三要道 离而不可以 离而你发这个心 那不具足 这不叫菩提心了 当然 连因的心 都不具足 怎么都感到菩提国呢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 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都帅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唱讲花言 力宏地藏 随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103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 友情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发育 优优优独播剧 各位善知识 妙法连法经 现在要开始讲 瘦量瓶 妙法连法经 如来寿量瓶第十六 这就是开具显本的 主要的一瓶 也就是法法经 平常所谓四要瓶的 其中之一 法法经有二十八瓶 而二十八瓶当中 平常认为四瓶是最最重要的 第一是方便瓶 第一是方便瓶 那么第二就是值得 这个瓶量瓶了 因为这个瓶量瓶在法法经的地位当中 它是非常重要 方便瓶是开权显时 把四十余年的权法 现在会归一时 所以在这一代使教当中 方便瓶是非常重要 但是 那么释迦牟尼佛九元四线的四季 那么在成点之前就已经成佛了 这个事实不说 不会有人知道 那么一直到这个瓶量瓶才说 所以瓶量瓶是开尽而弦远 这说明释迦牟尼佛在成点之前就已经成佛了 所以这在法法经当中是占着非常重要的一瓶 那么现在要讲这个瓶量瓶之前 先说明这一瓶的来意 为什么会有这一瓶经的出现呢 大致有两种意义 第一种 就是 以这一瓶经 来究竟总结前文 释迦牟尼佛一代所说 是法无量 亦无量 一切无量 所以法法经的一开头 先说无量意经 亦无量 里面也就显示法无量 那也就所谓一种皆无量 而经说完了就入定 定叫做无量意定 那就是定无量 亦无量定无量 那么同时放光东照万八千图 那就是光也无量 那么由此显示如来出现世间呢 世事皆是无量 所以出定之后说方便平 说比喻平 这就是显示如来的善巧无量 全巧方便度化众生的善巧也是无量 后来说到药药 后来说到药药玉平 那就是显示佛的法与无量 意义于普加平等普人 那就说明佛的法与无量 有下语来比方佛所说的法 无量无边 那么然后说到化成玉平 化成玉平里面就显示 呼ках到几وا 就是佛过去诅啊 就是佛过去九年度化众生的先 实践 结束无量 但那个无量 那只是尽们的无量 还不是现在本门的究竟无量 那么由此 在化成玉平里面 也说 佛的知见无量 佛所化的生文弟子无量 到了宝塔平 看到无量无边的 lav inverse 那么也知道佛的分身无量 到了前面的从地涌出平 可以知道佛所教化的菩萨也是无量 虽然说是许多的无量 这只是在硬化门头啊 度化众生的思想上的一切 都是显示无量 但是还没有究竟显出根本自己的 法身会命平等无量的道理 那么由了这一品经 就显示佛的法身会命寿命 一切一切通通都是无量 所以这一品经里面佛是在成点之前 久远成佛 显示佛的法身会命功德一切 都是究竟无量 根本的无量之一啊 从这一品经才究竟显现出来 那么一般在没有这一品经之前 都认为释迦牟尼佛只是在最近才成佛 殊不知释迦牟尼佛老早就成佛了 所以啊 要显示佛出现时间 无论是基本上一切事项是无量 本门上一切理发 所有的道理也是究竟无量 要显示这个无量的意义 啊 使人能够从一中解无量 而又能收归无量中解一 所以有这一品经的啊 这个出现 这是第一种意义 第二 前面要 希望有人发现弘扬这一部经 那么说了几次啊 说如来灭后 都说佛灭度以后啊 那么既然佛的法身毁灭无量 为什么又有灭度呢 假如没有这一品经的说法 恐怕世间众生啊 因为佛真的入灭了啊 身断灭祥 那对佛法的利益啊 就不够周圆 要显示佛的法身毁灭无量 本来并没有所谓灭度 所谓入灭入涅槃 那只是在度众生的方面上 啊 这个因缘成就了 就出现生了 因缘一定了 就视现入灭 这个入灭 在众生的境界中看到入灭 那么在佛并没有所谓生灭口的 所以如果没有这一品经 恐怕有人以为佛入灭就断灭了 要消除众生的断灭之间呢 所以需要有这一品经的出现 这就是第二种意思啊 呃 佛世间世间 好像千江游水千江渊 啊 那么众生心 谁清静啊 呃 天上的呃 这个清凉之渊 自然引现在众生心中 所以 众生心静佛出现 众生缘静佛入灭 啊 这个 所谓有生有灭 只是在众生心中所见 而在佛里天上之约啊 并没有来往 不是说你的水清呢 呃 那么月就来了 呃 呃 月本来没有从天上来 呃 水清月先 只是你的水清天上夜就已 营验在你心中 但月并没有来 那么水煮月淫水啊 肮脏了 月亮引去了 看不到了 那么月也没有离开这个水 只是你的水体混浊了 看不到天上月亮而已 那么呃 月亮本来没有来去 有来去则 是众生心水的清竹分别而已 所以有这一瓶经出现 我们现在先解释这个 如来受量瓶的这个瓶目 如来佛有三身啦 所谓有法身如来 有报身如来 有硬法身如来 金刚经说 如来则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呃 这就是法身如来 法身如来 在空间 横辨十方 在时间 数重三机 呃 呃 来去向了不可的 本来数重横辨 何有来去呢 所以如来则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来去向不可的 这就是法身如来 呃 呃 如可曰报身论如来 第一亿地明如 正觉明来 亲正第一亿地的 唯妙的真理 这就叫做如 如 就是如如自理 由如如至正如如理 那正道究竟如如自理了 那就是成佛了 那是报身佛 呃 那么 呃 视线报身来做度化众生思业 二地菩萨 就能见到佛的报身 呃 好象有来象 所以正觉明来 来世间视线成就究究竟无上正觉 那就叫做来 所以第一亿地明如正觉明来 这就是约报身论如来 呃 或者是按照诚实论说 诚如实道 来诚正觉 呃 诚如实之道而来世间映现度化众生思业 那就是应生如来 若这三生如来论他的寿命 法身寿命无时无中 本来如是 永久无量 没成佛之前 法身也是如此 成佛以后 法身也没有增加一丝好 所以法身本来他的寿命 往前看没有开始可得 往后看更是没有中了之下 所以法身寿命无时而无中 报身寿命由时而无中 呃 因为不修行正不到报身 我们仲三总然有法身 那只是自信清净法身 那么如果要究竟正到法身 那必定要修行万德庄严 才能成就啊 离构妙极法身 一切构然烦恼断尽了为妙至极了 那个法身只有佛才能正到 那就是正到报身呢 就圆满这个离构妙极法身 那么这是呃 约自受用身讲 只有佛自己才能体会得到 约他受用身的报身佛讲 那么登地上破无名正法身的菩萨 就能见到 那么所谓分破无名分正法身 分正法身的菩萨 就能见到佛的报身 所以报身佛是菩萨 法身菩萨才能见到 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 在菩提寿下说大华言经 就是为事实意味法身大事而说 那么这就是啊 法身呃成能够分正一分了 然后才能见到佛的究竟的报身 所以报身他受用报身 是为大菩萨示现 那么当然二圣以下的众生 都没有办法见到佛的报身 所以报身的寿命有开始成就了 就是成就法 报身的寿命 那么已经成佛以后 永久如是 不会有所变化 那就是不变 这个报身的究竟寿命 不会有所变化 永久如是 所以报身寿命啊 有始而无终 应身的寿命就有始有终了 像释迦牟尼佛示现在加比罗国 做太子 然后出家修行成佛 那么说法是 是九年八十岁入涅槃 有生有灭 住世间的时间 有一定一段的时间 那就是报身 应身的寿命啊 由开始也有终了 有始有终 现在这里说如来的寿量 他的寿命的寿量都长啊 现在题目上 虽然叫做佛的寿量 实际上的内容是说佛久远之前 久远的沉点之前就已经成佛 那么如果要算他的寿命的话 后边经文说 就是他出发菩提心 成就功德的寿命到现在也还没进 何况是成佛灵啊 所以他的功德无穷无尽 当然寿命也就无穷无尽 不过现在论无量 是越报身 越法身论无量 硬化身是有数量的 是众生因缘成就了 该寿度的因缘成就 佛就出现 那么因缘进了 就入灭 那么有生有灭 是众生看到的境界 在佛是没有这些明相可断 所以现在这一论如来寿量 它主要的用意是要叙述 佛久远成点之前 就已经成佛的原本 所以叫做开尽而闲远 这一品经讲这个道理 所以叫做如来寿量品 二十八品当中现在顺序排来 这是第十六品 所以叫做如来寿量品 第十六 下面就是随顺这个经文 来加以解释 经文在科判里面 就是挤字下第二 广开弦 断移身性 前面从地涌出鼻屏的后端 略开弦 动之身移 略略开弦之后啊 弥勒菩萨等诸大菩萨都动 他的过去一向的执着 认为释迦牟尼佛这一身才成佛 那么生起疑问 前面所说的 父少而职劳 父少职劳 就是诸大菩萨动疑的原因了 那么现在这里要说明 父是不是真正的少 那么所以 以后这个广开弦的道理 详细说明开尽弦缘 那么由此断除这些大菩萨们的疑团 而使他生其信心 知道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一身才成佛 他在无量神典界前就已经成佛了 这只是其中视线之一 那么从最初成佛到现在 视线的四季啊 不晓得有几千万次 所以梵网经开头就说 我今来此世界八千万 释迦牟尼佛在梵网经里面说 我来这个世间 世间成佛度化成佛的事业 已经来过八千次 来过八千次 这就显示 已经把部分的四季显现出来的 但是还不是究竟的原本 真正究竟原本最初成佛 那是在成典界前 是在这里受量评啊 说得最清楚了 所以叫做 广开弦 断以身心 那么父少的那种仪啊 到这里就断了 那么由此生其信心 知道释迦牟尼佛久远成佛的实际事实 所以叫做广开弦 断以身心 经文封两端 第一 戒信 第二 正答 尽界弟子们 要拿出最坚定的信心 来相信佛下面所说的话 所以叫做戒信 有四端 第一 三戒 第二 三情 第三 重情 第三 第三 第四 重戒 戒信 有这四段文 看着经文 二十 二十 菩萨及一切大众诸善男子, 如等当信节如来臣弟子余, 福告大众, 如等当信节如来臣弟子余, 又福告诸大众, 如等当信节如来臣弟子余, 这就是戒信的第一段三戒。 三番警戒弟子们要深深拿坚固的心来相信佛下面的话, 而时就是前面从地永出平, 也就是弥勒菩萨的俱颂说完那个时候, 佛,教主释迦牟尼佛, 对诸大菩萨以弥勒为当机, 那么包含其他一切菩萨, 并集零三会上, 法法会上的一切听众通通包含在里面, 所以叫做集一切大众。 以下就是佛对大众说的话, 诸善男子, 善男子看着菩萨的通称, 那么佛要对菩萨们说法, 称他们叫做善男子, 你们许多的善男子, 卢的当性结如来成帝之以。 你们大家应当要深信了解佛所说的真真实实, 真真实实究竟真理的这个话成彻底的真实。 第一, 说明这个道理, 下文所说的话是完全实在的, 你们要拿出坚定的信心来加以相信下面所说的话。 那么这就是第一番的境界了, 福告大众, 再第二番说, 再对大众说, 卢的当性结如来成帝之以。 这是第二番, 道理相同。 你们应当要拿出最坚定的信心, 相信佛所说的实实在在的道理。 第三番, 诱夫告诸大众, 再重告对大众说, 卢的当性结如来成帝之以, 道理相同。 因为佛恐怕大众很难相信啊, 所以经过三番的欠卷。 那么要他们拿出坚定的信心来, 才能接受后边的话。 这就是三界。 下面第二, 弥勒菩萨代表大众, 三番的请求佛说。 适时, 菩萨大众, 弥勒为首, 合掌, 白佛言, 世尊, 唯愿说之, 我的当性受佛语, 如是三百语。 这就是三番请求。 这个时候, 所有的菩萨大众, 听到佛的三番戒信。 那么当时以弥勒菩萨为上手, 领导所有的菩萨众, 合掌向佛禀告说, 世尊啊, 我单单希望你一定要说, 你把你要说的话呀, 就说出来吧。 我, 我, 我们大家, 我是弥勒自称, 等着等于一切诸大佛诺, 我们大家一定会拿出最坚定的信心啊, 来接受佛所说的话, 绝对不会有所不信, 不会有所怀疑。 所以说, 为愿说之, 我, 我等当信受佛语。 我应当, 有坚定的信心, 来接受, 接受佛所说的话。 如是三百语, 如是, 指上面, 为愿是尊, 我等当信受佛语, 这个话。 那么这个话说了三遍, 所以叫做三百, 三番禀白于释迦牟尼佛, 如果文字要详细写的话, 都要写三次, 为愿说之, 我等当信受佛语。 又再说, 为愿说之, 我等当信受佛语。 那么第三遍, 一样的, 还是这样说, 为愿说之, 我等当信受佛语。 所以叫做三番的, 请求佛说。 那么听众的诚恳心啊, 也已经到了极点。 所以, 必定需要佛说, 那么佛说, 我一定会相信。 下面第三, 重请, 重复再请求。 那么, 就是第四番的请求了。 佛三番的戒信, 而弟子们, 也第四番的请求, 要佛一定说。 所以, 重请说, 福言, 为愿说之, 我的当信受佛语。 还是一样的话。 再说, 第四次说, 是说呢, 我单单希望你, 一定要说, 决定要说。 我们大家, 应当, 会拿出最坚定的信心, 来接受佛所说的话。 我一定会相信的, 不会有所怀疑的。 希望佛, 慈悲, 你啊, 你老人家, 应当可以相信我们大家。 您就说吧。 就下面, 所以佛, 就第四番, 重加戒劝, 然后才说。 这下面有第四重接。 儿时世君, 知诸菩萨三寝不止, 而告知焉, 鲁当地听。 这个时候释迦牟尼师尊, 知道诸大菩萨经过三番请求, 还不停止, 所以有第四番的请求。 那么因此就对所有的菩萨众, 以弥勒为首, 跟他们说, 鲁当地听。 佛对他们这些菩萨众说, 你们大家, 你, 指弥勒, 等, 指一切菩萨。 你们应当要, 地心而听。 地, 省时, 用心。 所谓, 洗耳恭听。 很用心的, 洗耳恭听。 那么你们大家, 应当要好好的, 很用心的, 来听下面佛所说的话了。 那么这就是第四, 重戒。 从家借劝, 要拿出最坚定的信心, 来接受下面佛所说的法。 那么下面是庚子下第二, 正当。 佛的答复的话, 解释的话。 那么下面的经文, 按照文题, 有长文, 有俱松。 所以就按照这个文题, 要分为两段。 第一, 长文。 第二, 俱松。 长文, 有两段。 第一, 正开尽弦缘。 第二, 明三世异物, 物, 持众生。 先开尽弦缘, 然后说佛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立一众生的四十。 所以明三世异物, 物, 持众生。 先讲第一, 正开尽弦缘, 正开这个最近的事情, 显示成点界前久远成佛的事实。 这有两段。 第一, 出直径之情。 第二, 破, 破尽弦缘。 第一, 提出这些大众们, 指定最近成佛的这种的遗情。 然后, 才破它的尽弦缘, 显示久远成佛, 所以叫做破尽弦缘。 现在先说出直径之情。 佛对大众先说明, 你们大家都执着佛最近才成佛。 这种的遗情啊, 现在加以止破。 如来秘密神通之力, 一切世间, 天, 人, 及欧修罗, 接位, 接位, 经释迦牟尼佛, 出世事宫, 去千叶成佛缘, 做一道场, 得, 欧诺多罗三摩三摩提。 这段文就是出直径之情。 一般大众都执着这种的最近成佛的这个事情啊, 因为佛就是最身才成佛。 可是大家都不了解如来秘密神通之力。 秘密是在众生边, 佛无所谓秘密。 佛并不是不给众生知道, 而只是众生还不能接受啊, 不能直说。 所以这个秘啊, 秘在众生边, 不在佛边。 佛没有隐秘, 他不会保留一部分。 他有无所, 没有必要保留, 无所谓, 不必保留。 那么他不必保留, 为什么会有秘密啊? 而众生时候没有到, 因缘没成熟。 不能说, 不是不肯说, 而是不能说, 所以叫做秘密。 佛的广大, 广大神通之力啊, 这不是我们普通一般众生所能想象。 等觉菩萨上前还不知道何况普通一般众生力。 所以下面就是显示佛的如来, 神通秘密之力呢? 如来秘密神通之力, 这一句话是总义。 总义。 也是全经的大纲, 后边的开尽显缘, 就是包含在这个如来秘密神通之力里面。 也就是从这个如来秘密神通之力里面开显出来的。 那么现在要把这个如来秘密神通之力, 把它显现出来, 说给大家了解。 所以先提出这个总义, 然后啊, 分别说明这个神通之力是怎么样的显示。 下面就说出一般人的执敬之情。 一切世间, 就是指这个三界六道乃至等觉菩萨以降九伐界众生。 那么这里就包含这个正报的世间, 跟初世间的这个正觉世间当中的三圣的这个圣哲, 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这个一切世间, 不论是天上的天人, 人间的人, 并及欧修罗中, 天人欧修罗总说三界六道众生。 那么这个三界六道众生都会有这种的想法的, 因为他不可能知道佛久远成佛的事实。 二圣人也不知道, 就是菩萨, 也许破无名正法身的菩萨, 少少会有一点知道, 但是没有办法究竟知道。 那么现在主要指的三界六道众生, 完全不知道的众生而说, 皆为大家都是这样想, 为大家的想法, 都这样认为。 每一个众生心里都认为, 经释迦牟尼佛出世事宫, 释迦牟尼佛它是出现在印度的加比罗国, 静患王公。 静患王的这个祖心啊, 是姓释迦, 所以他的王公就称为释迦宫, 释迦族的王公。 那么然后, 他降山做太子, 佛降山为太子, 太子的时候, 那么, 然后出家, 在雪山苦行, 然后又到这个摩基陀国附近的, 菩提寿相。 那么, 坐在菩提场, 成就无上菩提。 一般人都这样子认为。 去切耶成不圆, 切耶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就是像, 切耶是三明, 切耶三, 切耶三。 呃, 经部里面呢, 这个大, 这个大上经啊, 经部里面, 经级部啊, 里面有一部经叫做, 大圣切耶三顶经, 切耶三顶经。 就在这个切耶三顶说的法, 后来结集起来叫做切耶三顶经。 那么这个切耶三, 是靠近摩基托国的佛, 成佛的那个菩提寿没有动员, 啊, 据说, 是在摩基托国的王舍城的, 啊, 这个东南边, 啊, 距离没多远的地方, 吉里路而已, 啊, 比较接近。 那么, 因为佛做的菩提寿啊, 靠近切耶三, 啊, 所以, 呃, 就会说成呢, 说在切耶成的附近不圆, 成, 指的是王舍城, 靠近切耶三, 说他是切耶成, 啊, 那么也许是切耶三下, 另外有成也不得而知了, 啊, 那么, 大家都认为佛到菩提寿, 这个菩提寿, 啊, 这个菩提寿就是菩提寿下, 啊, 坐在菩提寿下的修道的场所里, 成佛, 成无上菩提寿的场所, 啊, 啊, 这个菩提寿就在切耶三的附近,啊, 啊, 那么距离王舍城也很近, 距离切耶三更近, 所以就说成, 就是切耶附近的菩提寿, 啊, 也叫做切耶道场,啊, 切耶三附近的菩提道场就是了,啊, 啊, 那么佛就在菩提寿下成佛, 大家都这样子认为, 都认为释迦牟尼佛这一身才成佛, 啊, 那么一般人都是这种想法, 六大众生都是这种想法, 那么下面就是第二, 迫近贤远, 迫近贤远呢, 有两段, 第一, 正贤远, 第二, 是举比格量久远, 先振弦远, 啊, 说佛久远成佛, 然, 善男子, 我使成佛以来, 无量无边, 百千万亿哪由他结, 这振弦远, 啊, 然是转语词, 前面说明一般人的, 内心的认为的疑情, 啊, 你们大家都认为我这一身才成佛, 啊, 我告诉你, 实际上并不然啦, 啊, 善男子, 你们诸菩萨中应当要知道, 我呀, 实实在在, 成佛到现在, 已经经过, 无数量, 无边际的百千万亿哪由他结, 哪由他也是亿, 百千万亿亿大结之前, 九元结前, 我就已经成佛啦, 我哪里是这一身才成佛呀, 我九元结前就成佛, 下面就是举比, 隔量九元, 究竟有多久之前成佛呀, 不哪一个比方来说, 你怎么知道佛已经成佛多久了, 就举出这个比方来, 比喻来, 隔量, 就是比较, 隔, 隔量, 就较量, 较量, 比较, 显示出以这个数量字, 数目字, 来比较出佛成佛的九元情情, 所以叫做举比隔量九元, 古代的隔量就是现在写的较量, 比较较量, 那么这个文字有三段, 第一,举比问, 第二,大, 第三, 和选九元, 先举比来问, 比如, 五百千万亿哪有他, 乌生七, 三千大千世界, 假此有人, 莫为为成, 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哪有他, 乌生七国, 乃下一城, 柔是东行, 竟是为成, 诸善男子, 予亦云合, 是诸世界, 可得思维教计, 知其束佛, 这就是举比而来问弥勒菩萨当。 比如说, 五百千万亿亿无数, 欧生七是无数, 五百千万亿亿的无数的三千大千世界, 不是一个两个, 是五百千万亿亿无数的三千大千世界, 这么多的世界, 假定有人有这个能力, 把它摸成为成, 这么多的世界把它摸成为成, 一粒为成啊, 就是, 往东方走过五百千万亿, 哪由他欧生七国, 才下一粒为成, 下一粒为成, 若是一直往东走, 往东走, 五百千万亿, 哪由他世界再下一成, 这样子竟是尾尘, 把这个尾尘都下完了, 把尾尘都下完了。 你想想, 这个世界有多少呢? 所以说, 诸三男子, 予亿云合, 在你的心意里面, 你怎么想啊? 究竟啊, 这个世界有多少呢? 所以, 世主世界可的思维, 教计其束佛, 其束佛。 这些世界, 你有办法用心去思量, 去研究, 去思维, 比较出, 计算出, 它的数目字有多少吗? 你想想, 这个数目字有办法算吗? 嗯, 我们凡夫啊, 那是完全没有办法算出来, 就是大菩萨也算不出来, 所以下面, 弥勒就大佛, 第二的大, 是弥勒的大佛。 弥勒菩萨当, 俱白佛言, 弥勒菩萨跟所有的菩萨, 一口同音, 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 世尊, 世诸世界无量无边, 非算术所知, 亦非心力所及, 一切生文彼之佛, 于五六字不能思维之其限速。 说这个世界太多了, 无量无边。 嗯, 那么, 不是用算术可能知道的, 也不是用心的力量所能想象得到的。 无论世间的一切生文的欧罗汉, 或者是原觉的彼之佛国, 以真正的无漏, 那么用他的无漏的智慧, 无漏就是没有烦恼了, 见诚烦恼断尽就是无漏。 他们没有烦恼了, 以他的无漏的智慧来思维, 来研究, 也不能思维之其限速。 他究竟有多少数目字, 也是算不出来的。 不但是生闻愿觉不知道, 我等住欧比拔之地, 于是四中一所不达。 欧比拔之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就是不退转。 我们这些不退转菩萨, 弥勒是等觉菩萨, 最起码不退转位的菩萨, 位不退以上的菩萨, 念不退,行不退。 这些菩萨都不退转的菩萨, 你叫他们所有的智慧统合起来, 算。 于是四中一所不达。 这个数目字啊, 这个四项要他们算出来, 也没有办法究竟算得清楚啊, 也不能通达呀, 也是算不出来的。 世尊, 如是诸世界无量无边, 总结一句吧,世尊啊, 这个世界啊, 真是无数量无边际了, 说不完了, 太多了。 下面第三, 佛根据他的这个答复, 和弦九云。 而是佛告大菩萨中, 佛对这些大菩萨中说, 诸善男子, 今当分明玄义楼当。 你们这些菩萨中, 我现在要分明跟你们宣告, 说下面的话。 诗诸世界, 若浊为尘, 吉布浊者, 静夷为尘, 一尘一阶, 我成佛以来, 富过于此, 百千万亿, 哪有他, 无神七阶。 这就是所谓, 成典阶前, 以尽成佛, 成典阶。 啊, 什么叫做成典阶啊, 把五百千万亿, 无数世界把它没成围城。 往东方走, 经过五百千万亿, 哪有他, 欧神七佛国, 才下一城。 把那个围城下完了, 世界已经无量。 现在把这些世界, 无论有, 呃, 着于围城的, 或者不着于围城的, 就是无论有点到的, 没有点到的, 把这些一些世界, 通通把它没围城。 啊, 把一些世界, 通通把它没围城, 一个围城, 算一个大街, 算这个世界, 沉住坏空一变, 算一个大街。 哎, 我老实告诉你, 我成佛到现在呀, 福过于此, 百千万亿, 哪有他, 欧神七阶。 比这个成点, 借钱, 我还超过百千万亿, 哪有他欧神七阶。 这就所谓, 释迦牟尼佛在久远, 成点, 借钱就已经成佛。 他不是今天才成佛。 啊, 今天, 在这个世间成佛, 这只是视线的四季之一。 啊, 这个视线四季之, 完全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实现。 实际上, 释迦牟尼佛成佛, 已经久远久远在成点界前。 记住, 啊, 记得哈, 凡是讲到佛在成点界前成佛, 就是根据这一段文, 根据这一段文。 把这些世界, 摩尘围尘, 一里围尘算一阶, 一个世界成就万公, 一变成这个大阶。 尽那个围尘算, 你看那个围尘有多少啊, 那是没有办法算的啦。 而且, 比这个成点界之前, 还超过百千万亿, 哪有他欧神七阶之前, 佛就成佛了。 你看, 释迦牟尼佛成佛多久了, 怎么能够算得出来啊? 所以叫做, 成点界前久远成佛, 这就叫做正弦远。 正显示出佛, 在久远成点界前就已经成佛了。 下面是正开弦, 再往下第二端, 明三世异物。 从第一次成佛以后, 成点界前, 第一次成佛以后, 身身世世, 尽未来机, 都在做度化众生思业。 但是, 他已正成佛以后的世现世机, 不是像我们众生那一种的 轮回生死的情况。 所以下面是说明他, 过去现在未来, 三世利益众生的事实, 这叫做明三世异物, 物就是众生。 这里有两段, 先法说, 后比说, 先用法译来说明, 后才用比方来说明。 法说, 有两段, 第一, 证明三世异物, 正说明在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异物。 第二, 总结不虚, 总结上面所说的是实在的, 总结不虚。 第一, 证明三世异物, 又有三段。 第一, 明过去异物。 第二, 现在, 第三, 未来。 第一, 说明过去利益众生的事实, 明过去异物, 又有三段。 第一, 过去异物处, 过去久远界前, 利益众生的这个地方, 处, 地方。 经文说, 自从世来, 我常在此说破世界, 说法教化, 一一处百千万亿, 哪由他欧生其国, 倒立众生。 这就是过去异物处, 利益众生的地方。 那么, 释迦牟尼佛在成点界前, 第一次成佛以后, 以后, 他在什么地方, 在做度化众生思业啊? 自从世来, 自从世, 指前面成点界前, 第一次成佛, 第一次成佛以来, 我呀, 我, 释迦牟尼佛自称, 常常在这个说破世界,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他第一次成佛也是在这个世界, 所以释迦牟尼佛对这个世界的众生, 最有缘, 而这个世界就是他的教化的, 呃, 国土的范围, 呃, 那么他除掉在这个说破世界之外, 说法教化众生, 也在其他的地方, 一移处, 移处其他的地方, 除掉说破世界之外, 其他的地方, 百千万亿哪由他欧生其国, 在一切世界里, 也做领导, 开导众生, 使众生的利益的, 度化众生的事业, 就是导立众生, 领导众生, 使他得到初世间的佛法的真实利益, 佛, 度化众生的根本道常, 说破世界, 说破世界, 除掉说破世界之外, 其他的十方世界, 都有他教化众生的地方, 所以在其他的遗国, 不是一个两个, 是百千万亿哪由他欧生其, 那么多的佛国, 他也在其他地方度化众生, 所以华严经的, 这个如来名号评, 说释迦牟尼佛在, 这个娑婆世界的东西南北, 四围上下, 周围的无量世界当中, 视线度化众生的名号很多, 说的四地的名号也很多, 这就是义务的地方, 那么就在这个娑婆世界之外, 还在十方世界利益众生, 我们休息十分钟, 再见。 2 2 3 3 4 5 5 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护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帐号50016766 50016766 铺名台湾救狗协会 慈悲至夜 高雄中山书方 举办八观灾界 即礼拜慈悲三昧水灿 宫勤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3月27日星期日上午9点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下旬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统占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慈悲至夜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 于且宴口超度法会 恭请会态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3月30日星期三 时间上午9点 恭送金刚经 下午2点 于且宴口超度法会 地点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属于将大飞观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